近年来,欧美娱乐圈中有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趋势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游戏 资本越来越关注其中的角色是否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更恶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作品中的主角形象变得越来越丑陋 这种趋势令广大观众和玩家感到失望和不满 因为它削弱了观众和玩家对这些作品的兴趣 影响了他们的体验 咱们今天暂且不讨论影视作品和那些LGBT内容 只说游戏人物的造型 来看看现在游戏里那些辣眼睛的角色 这是地平线灵之曙光里的埃洛伊 这是续作西之绝境里的埃洛伊 这是漫威蜘蛛侠1的玛丽剪 这是漫威蜘蛛侠2的玛丽剪 这是消失的光芒2女主拉万 战神诸神黄昏这款北欧神话游戏竟然有黑人安格尔 战地2024里的白之秀 质量效应仙女作应该叫丑女作 类似的游戏角色还有很多 索库君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我不否认 对待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态度非常重要 然而这种过度追求政治正确的行为 往往导致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游戏中的角色更像是被设计出来 迎合政治正确的模板 而不是真正的人物 这种处理方式让游戏丧失了 原本应有的活力和吸引力 以前游戏里的主角 要么是俊朗坚毅的帅哥 要么是眉情目秀的美女 甚至有些反派看着都赏心悦目 他们的形象充满魅力和吸引力 让玩家情不自禁地投入到游戏世界中 然而再看看现在这些妖魔鬼怪 我不由得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在游戏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难道丑就等同于深度和复杂性吗 难道我们不值得拥有根据吸引力的角色吗 游戏开发者貌似觉得只要符合政治正确标准 玩家就会接受这些角色形象 尽管很多都是迫于一些压力 或者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裹挟之下这么做的 但是这种做法忽视了玩家对美感和艺术品质的追求 无法增加玩家的共鸣和投入 这对游戏的销售和市场竞争力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还好这一现象目前对亚洲游戏圈的影响不大 看看最近韩国的新任 这才是能让玩家有欲望去玩的游戏吗 游戏不应该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表达工具 它是一种娱乐方式 是一种让玩家沉浸其中并享受乐趣的体验 但是当开发者更关注于符合政治正确标准 来迎合特定群体的时候 游戏变味了 它的本质被忽略了 总的来说 欧美游戏圈政治正确和角色丑化的现象 是对游戏界原有创意和魅力的一种破坏和侵蚀 作为玩家 我希望厂商能重新审视他们的做法 我们不需要那些为了政治正确 创造出来的符号和丑陋的形象 我们需要的是更吸引人的角色 和更丰富的游戏体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索库军说的对 那别忘了多多点赞支持索库军 我们下期再见